华联分局日前在中华国校活动中心举办 113年上半年守望相助寻守人员基本训练 共有545位寻守队员出席 而市长魏佳燕除了亲自出席致政感谢状 也送上了运动饮料 感谢寻守队员们协助警方维持社会秩序 并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奉献牺牲 华联警分局日前在中华国校活动中心 举办113年上半年度守望相助寻守人员基本训练 共有545位寻守队员出席 而市长魏佳燕除了亲自出席颁政感谢状 也送上运动饮料 感谢寻守队员们协助警方维持社会秩序 并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牺牲奉献 所有的队员队长们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回推一个月前我们的一个地震的一个状况 也要特别谢谢寻守队 在地震的当时维护我们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就是我们夜晚的一些 呃巡逻等等的一些情务 也要特别谢谢寻守队 那再次的感谢我们今天 所有寻守大家族们一起 在我们地震的时候 齐心协力的恢复我们的家园 华联市寻守队包括民生美人明星国联 国胜国福国裕国富 主权主农光威房及第三联合等共计十二支分队 为家宴感谢寻守队员无私的奉献 才能降低治安死角发生的机会 往后也期盼能持续透过警政及寻守队的紧密合作 将华联市打造成一座安全宜居的健康城市 记者许丽清华联市报导